早安,您好,您歡迎來到 Sheraton Hotel 您可以拿你的帳戶去查看嗎? 我以前小時候,我媽媽經常說 你這個臭小子,小時候問你想做什麼 然後我就回答他 我不想做一份要穿西裝的工作 然後我媽媽說真的沒有大字 但偏偏,當我第一份工作 真的出來社會做事 我是要每天穿西裝 因為我做酒店的召喚 我沒有想做生意 我完全不是一個計屬人 對我來說沒有計劃 甚至乎回到香港剛剛這兩年的疫情 什麼都做不到 不如試想一下,拍攝Youtube 因為如果不是因為Youtube 不是拍攝馬里的神 就未必有機會做一些電視 所以不如回到初心 就重新再重新回到Youtube頻道 有Youtube頻道 不如就令它變成一間製作公司 然後有製作公司 然後可能就走一走一走 但每次都是我,好像有點悶 不如試試找一些才能 回來去訓練一下 不如開一間才能公司 所以就會出現了 我又不敢說去到老不老細 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團隊方法 永遠不會說是一個人說了事 你要投資是一樣 你真心喜歡的東西 不要跟著潮流去投資 初心其實就是要開心 你當初為什麼想做 例如以前玩百里的神 我有一個節目在Youtube 我們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麼叫點擊 Hip Raid 不懂這些事情 但我只覺得好玩 有故事或者一些個人的經驗 就拍了它 就不要再感想影片爆不爆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保證 所有事情都是時勢做英雄 不玩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不玩 你怎麼會有推動力去工作 但你玩 你可能會被人覺得你是一個小丑 我又不介意 因為你猜一個小丑這麼容易做 其實現在我覺得人 是要找回他們的快樂 你每一天想過一個什麼人生 或者過一天你想是怎樣的 是在你自己手上的 在你自己手上的 你不想看 你不認識她 你不認識她 我不是不認識她 你不認識她 女生說 你不認識她 你不認識她